大家早 那尽量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生命当中的某些关键时刻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那我想这也是很多的人 想问老师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探讨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在关键时刻 然后给你力量往下走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开始老师想问你一个问题 知不知道老师已经录制了 这样子的直播多少集 每年早上7点40分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我从这五月初开始到现在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直播 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提早做脚本 然后我要提早起来做器材 当然这个器材 每次都是我问题出最大的地方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坚持下来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讲 我已经录了36集 这个36集 从这个五月初到现在 我们还持续的每一天的坚持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就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到底要怎么样子 可以给自己力量呢 好 其实这就是一个第一个关键 就是给自己力量第一个问句 就是问自己走多远了 什么意思呢 其实坚持的价值不在于持续 而在于是否能被看见 我们常常讲 你这辈子其实坚持很多事情 坚持每天要吃早餐 然后坚持 其实你每天习惯都是一种坚持 可是这个坚持真的有价值吗 好 各位 因为关键不在于持续 而在于是否能被看见 或者说它有价值彰显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常常讲 成功的关键不是坚持 而是你要坚持到别人支持 如果别人支持你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他看见你的努力 而且认为你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要从第一天开始就怎么样 就开始做这样一个记录 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累积了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至少自己要当第一个看见的人 因此要能看见自己的累积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从这个设定的起点很重要 我们常常讲莫忘初衷 其实意思就是要问自己 我走这么远了 我可以在这里停下来吗 各位 我常问学生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方法很笨 但它一定有效 你会做吗 好 各位 前阵子有一本鸡汤的赤的书籍 书名也很鸡汤 它叫做什么 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 我常问学生说 当然如果跪着一定可以走完 那当然怎么样 各位 很多人会说 老师那我当然一定会跪 真的吗 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 就是你清楚的知道 它最后一定有效 可是它很累 它很笨 它没有什么诀窍 那你会做吗 我记得 这是我在念师大的时候 我的学长跟我分享的一个故事 他是心服系的学长 他现在在师大附中 担任辅导老师 他说有一座山 上面有两个石碑 这座山很高 你要爬到一万阶以上 然后才能够达到山顶 而这山顶上面有两个石碑 左边的石碑写着 剪了你会后悔 右边的石碑写着 不剪你会后悔 然后这个石碑的前方 有一堆大石头 很重的大石头 大家看到这个石碑 上面写说剪了你会后悔 不剪你会后悔 大部分人都没有理他 就下山了 直到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觉得既然剪了后悔 不剪也会后悔 那我就试试看 他就抱着一个大石头 很笨重的 很慢的缓慢的 一步一步往山下走 各位 当他走到了这个山下的时候 真的 这个大石头 瞬间变成了黄金 剪了会不会后悔 开玩笑的讲 剪了后悔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剪太少了 对不对 当然不是 而是你必须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这么辛苦的抱着一颗大石头 那不剪你会后悔吗 各位 我想你也会后悔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关键是什么呢 来 我的贵人 志成老师 也常在演讲中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常看老师直播 会说志成老师早 他就是 如果你称为老师的话 那你就要叫他施工就对了 他常在演讲中问大家说 为什么有一些猴子演化成人 而有些还是猴子呢 各位 那些没有演化成人的猴子 跟人最大的差别到底在哪 我们从外在来看 你会发现到 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就是猴子有尾巴 而人没有 所以我们做个比喻 如果今天猴子要变成人 那么势必他要把尾巴剪掉 可是为什么有些猴子不肯呢 好 各位 对 肯不肯 其实换句话说 最大的差异 还是在于心态上的差异 有人会说老师 因为剪尾巴很痛 对 还有人说什么 那就算剪掉尾巴了 又保证变成人 对 其实事实上 真的还没有变成人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期 叫做猿猴 有没有猿 对不对 所以还要先变成人缘 换句话说 各位 你如果今天改变很痛 而且还不保证会成功 那你会试试看 所以三个原因 让很多人跟猴子一样 停滞不前 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对 改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你如果现在做个实验 用你的不惯用手 来写你的名字 你会发现到 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很痛苦 又慢 而且又丑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改变的 它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呢 改变保证过程 却不保证结果 所以呢 你就会发现到 很多人当然会停滞不前 就像刚刚讲的 如果我照做了 没有得到怎么办呢 如果我照老师你的方法念书 最后没有考到理想的学校 怎么办呢 如果我考到理想的学校 还是没有得到理想的人生 那又怎么办呢 好 各位 这两个原因呢 就让很多人呢 不愿意试试看 当然 最关键的 最后他们会告诉你第三个原因 就是不改变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 我当猴子也很快乐啊 我干嘛一定要变成人 有这么多烦恼呢 所以你会开始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会开始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好的 从这角度来看 因此第二个问句就应该问自己 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吗 我真的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 到底要多久呢 好 各位 你受够了吗 其实下定决心是第一步 付出代价才是关键的一步 很多的人以为说我决定开始做 那就是开始了 不 你必须要先付出一个 有相对应的某种代价 比如说像老师就做直播 我必须要去买设备 我把设备买了 我就觉得 各位 我一定要开始做 不然我就白买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不能只有心态上的转变 你必须要行为上的付出代价 这才是关键的一步 当然呢 各位 不是今天你花了钱 你就怎么样 有付出代价就会走到最后 我相信很多人也付了健身房的费用 也付了很多的代价 但是最后都没有走到最后 为什么呢 好 各位 很多人问我这三个问题 他说老师到底该怎么坚持 好 我今天告诉你你问错了 你不应该问该怎么坚持 你要问的是你真的想变强吗 做这件事情真的对你有意义吗 你到底真的想得到那些东西吗 各位记住 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 第二个各位 怎么会想要开始 好 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怎么会想要开始做这些事情 我说你又问错问题了 你应该问的是 不开始那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好 你要记得 重点不是要不要 而是不要 然后呢 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如果你不做这些的话 各位最后面 那到底该做多久呢 的确 该做多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可是你应该问的是什么 那你什么时候觉得够了呢 所以重点不是该做多久 而是你觉得够了吗 如果你觉得够了 你就停下来 如果还不够 那就继续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老师做事情原则很简单 就是什么 就是就算不能做到完美 也要让人们感到钦佩 所以呢 这些小事情 如果你坚持做做做 各位有一天人们也会感到钦佩 因为他必须要怎么样 他必须要高度的自律 我想其实自律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大家早安